OK兄弟们大家好 今天给兄弟们解说一个 建会单交赛也是建会单交赛的一个新赛季 多利木VS春风十里的一个武装冠 观战凡李总的这个武装冠的话 也是福战级别的一个武装冠 但是本人的话也是特别喜欢打这个建会单交赛 但是因为是要打福战嘛 可能说这个门派的原因的话就是 不能够调整到就是 非常的建会单交赛 就是那种建会单交赛比较强的门派 观战凡可能玩不了 这边的话也是没有办法来了一个 来了一个利物专 对面的话因为女拔木啊 招的这个就打这个单 单挑的话招的东西比较多 所以说的话这边换魔的话咱们看不见 换魔的话在最左边 观战凡的话叠咒语 武装冠的话每一层咒语的话 5%的一个伤害 5%的一个暴击 所以说的话也不需要叠半天 保持咒语不断就行了 看一下观战凡的话 法宝的一个携带情况 增加令吉加战成宝典 我建议李耸这边的话 打建会单交赛的话 不要带战成宝典 因为没有太多的机会用 我觉得带个增加令吉可以 然后的话带一个子 去新小孩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就是建会单交赛的话 他不会给你太多的回合 太多的灵源 在你起这个这间令吉 观战凡的话破碎 就是破碎多利木这种玩家的话 没有什么用 为什么没有什么用呢 第一个他是法系 第二个的话 多利木打这个建会 但要是要真的 头金对吧 不可能不带 你看没有 不可能不带蓝药 观战凡的话 继续叠宝语 就是我感觉李总 他玩这个武装罐啊 他这个宝语就 不太能够叠得起来 你懂吧 他宝语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你两回合不用 他宝语就断掉了 你断掉之后又得重新叠 你玩武装罐的话 你一定要保证这个宝语不断掉 因为你不断掉的话 多25%的伤害什么概念啊 对吧 你1000点伤害 多250点 对吧 你利武装的话 我不多说了 3500 3600 353600的话 你多25%的话 等于说多一把武器啊 而且多25%的一个暴击几率啊 所以说的话 咒语千万不能断了 我觉得观战凡 这个利武装的打法啊 要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打法呢 观战凡利武装的这个打法 要用咒语 加法凡死丸的宝宝 就这种打法 人物叠咒语 对吧 有机会的话 法术凡利 死丸召唤去拍对面 因为观战凡咒语 成数叠高之后的话 完完全全有机会 把对面一回合给犯导 就是你打千回单交赛的话 你倒地十回合的话 那优势非常大 而且武装冠有一个技能啊 可能兄弟们没有太见过 天命剑法 好吧 天命剑法的话 它是最多打七刀 就是看你的运气好不好 就所谓说的话 对面人物单位的话 一旦中大死完 就观战凡 一把天命剑法 观战凡的话 一直在打对面的一个魔法药 对面是个法系啊 哥 哪怕对面不是全魔的属性 吃你破坏的话 最起码能吃三把 而且我觉得 观战凡换队听了 换了个法队听 而且我觉得 呃 李总这边的话 打单挑赛可以 因为本身就是打不上的嘛 可以后排的话 带一些法牌零食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地听的话速度很快 以前这种复战级别的地听的话 肯定都是有高 有高级敏捷 观战凡然现在没有咒语 对面宝宝又生 省了一个也还行 比赛的话13回合 这边的话咒语也叠不起来 宝宝的话没有那种法术凡击特别高的宝宝 那打多利木的话应该是打不过 对面这个主兽一丢的话 端战犯就很难受了 多利木最喜欢的节兽呢 就是你没有宝宝我给你丢主兽 就是他现在就根本不需要出手了 我就看着你被震死就可以了 就很简单 对吧所有的月灵啊换魔攻击啊 都可以给你丢主兽 而且对面也很聪明啊 出了一个快隐功来压观战犯的一个血啊 观战犯再换地听 出了个快地听啊压观战犯的一个血量啊 观战犯这个时候因为剑灰单胶赛没有那个什么密色 什么被遇大金什么的 顶一个要的话顶不满啊 那观战犯的话也没有办法用烟雨剑法 观战犯的话选择把祖兽都解掉 可以看得到观战犯的这个地厅还是非常好啊 地听比隐功都要快 两个地听 观战犯这种号的话也是有硬件啊 实话实说 比赛的话16回合 继续破碎对面 这个时候观战犯不太好打了 宝宝平A破对面的一个163 对面影功比观战犯快 那锁薄了呀 宝宝是一锁 对面影功是二锁 观战犯人物是三锁 直接锁薄了呀 哎呦啊 中间还卡了个蛇 这个影功的话没有A到 观战犯的话应该是出了一个归宿 那这个时候打不了了 那你不可能带这么多久转啊 因为这个是新赛季的剑灰灯战犯的第一天啊 肯定有特别多的高手还没有进来 到时候咱们来看一下 什么暴龙哥哥啊 什么雪山福山武装冠啊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一个高手来打千块单胶赛啊